这个视频我要讲讲解方程的另一个重要步骤 去分母 先看看这道题 2x-12等于2倍的1-2x 系数变分数了有没有 计算变麻烦了有没有 别着急 如果能化去分母3 把系数变成整数就好算了 把等式的左右两边都乘上3 那每一项也得乘3 3乘2x 约掉3后得2x -12乘3得-36 3乘2再乘1-2x 得6乘1-2x 这样就干掉了分母 下来该咋办呢 对了 去括号呗 把6乘进去 6乘1得6 6乘-2x得-12x 这样就把括号去掉了 接着一项吧 -12x移过来变成12x -36移过去变成36 2x与12x合并为14x 6与36合并为42 得到了这样的式子 接着就好办了 把14除过去 x就等于3 你看 细数是分数也没有关系 只要对每一项乘分母3就行 那要是俩细数都变成分数咋办呢 看看这道题 2分之x 减3分之2x减1等于1 这回出现了俩分母 2和3 也像一举干掉这俩分母 但同时乘2和3的最小公倍数 6 对每一项都乘6 6乘2分之x 约许2后得3x 6乘3分之2x减1 也许3后就是2乘2x减1了 咦等等 好像哪里不对啊 这个2应该乘的是整个分子 2x减1 而不是仅仅乘在2x的前面 咋办呢 加个括号不就完了 千万注意了 去分母时 如果分子不是一个数 而是一坨数 一定要记得加括号 好了 分母去完了 方程变成了3x减去2乘2x减1等于1 慢着 好像哪里又不对劲了 刚才左边每一项都乘了6 那右边这个1也不能例外啊 也得乘6才行 A嘛又是个天坑有没有 一定要注意了 区分母时 每一项都得乘上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像1这样孤零零的一个数也不例外 搞定了分母 接着去括号吧 打-2乘进去 -2乘2x得-4x -2乘1得2 这样就干掉了括号 再往后就是一项合并了 2一个去变成-2 3x与-4x合并为-x 6减2得4 最后把-1除过去 得x等于-4 O了 像刚才这道题冒出来俩分数 要对每一项都乘上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尤其不要忘了 1这样的整数也不例外 同时如果分子不是单独的一个数 比如2x减1 那你去分母的时候 还得加个括号缓冲一下 掌握了这些 你就可以挑战大boss了 看看这道题 2分之x减3加上3分之2x减1 等于2x减1 这个方程仍然有俩分数 还是先去分母 每一项都乘上2与3的最小公倍数6 6乘2分之x减3 也许2得3乘x减3 注意填括号 6乘3分之2x减1 也许3后得2乘2x减1 也得填括号 6乘2x减1 还得填括号 现在分母算是去完了 接着该轮到去括号了 3乘进去得3x减9 2乘进去得4x减2 6乘进去得12x减6 算到这儿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一项合并了 12x一过来变成-12x -9 -2 移过去变成9和2 等号左边 3x 4x 与-12x 合并为-5x 等号右边 -6 加上9 再加2 等于5 也就是-x 等于5 那把-5除过去 x就等于-1了 妥妥的 好了 区分母就讲这么多 总结一下就两点 首先每一项都要成分母的最小功倍数 不能漏成 其次 如果分子不是一个数 而是一坨数 要对分子加括号 怎么样 听懂了吧 赶紧去刷题爽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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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匯语